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灭字 灭式的灭 灭字的国语注音是 摸叶灭自生灭 灭自生灭 灭字的解释有很多 比较通用的有以下的几种 灭当作欺骗五入讲 如国语周语有 是灭先王之公也 其中的灭字就是欺骗的意思 灭又做清世忽世讲 如沈曰奏谈王渊文中说 灭祖入侵 于世为甚 所以表示清忽的意思 目无法计就叫做灭法 灭也是小的意思 如阳子法言中有 灭也是古时候的姓氏之一 而灭字在古文当中又可以表示没有否定的意思 灭和这个灭字 跟灭字音同形似的音也是摸叶灭四生灭 灭是指用刀把竹子 披成很薄的竹片而言 又叫做灭片 通常多用灭片来编制成许多的器具 像是灭篓啦 灭框啦等等 而从事编制这些竹作的人 就叫做灭 灭四生灭 草布的灭主要是当作七五 清世来解释 竹布的灭字则是指博的竹片而言 所以要注意 五灭不可以写成这样的五灭 另外 这两个灭字的下偏旁 这个从人执歌的数字 而不是虚字 我们在写的时候 也要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的时间到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